AudioJungle 收获膨胀率可能升高 致使人们预期 在央行新领导杰罗姆·鲍威尔走马上任后 借贷成本将继续上升 据路透社华盛顿1月31日报道 鉴于就业 家庭支出和资本投资稳步增长 美联储称 他预期2018年 经济将小股增长 劳动力市场仍将保持强劲 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 最后一次组织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 这家央行在会后发表声明说 衡量未来12个月通货膨胀率的指标 预计今年会升高 中期将稳定在美联储设定的2%的目标上下 美联储还称 其利率设定美元会 一致推举鲍威尔 从2月3日开始接替一轮 鲍威尔是美联储理事 曾与一轮密切共事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 他出任美联储主席 这项提名 已得到美国参议院批准 估计鲍威尔将一步一趋地 遵循耶伦推行的政策 在耶伦的主持下 美联储逐步放弃利率接近零的政策 美联储过去采取该政策 是为了在2007年至2009年经济衰退后 使经济恢复健康和刺激 就业增长 最近几个月让美联储决策者们感到振奋的是 经济加速增长 失业率降至4.1% 为17年来的最低水平 美联储去年三次加息 且去年12月还预计今年将在加息三次 他今天表示 他预计进一步 渐进的加息是有保证的 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 当前为1.25%到1.5% 美联储渐进加息的做法 将取决于通胀率能否持续升高 尽管就业市场强劲 但通胀率一直徘徊 在目标水平以下 美联储决策者称他们预期 一旦抑制通胀的短期因素消失 今年春季通胀率将上行 这家央行在声明中指出 最近几个月基于市场的通胀指标升高了 美联储的声明没有谈及特朗普政府的税收改革 对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的影响 美联储好几位决策者最近表示 他们估计税改企业和个人减税规模 预计将达1.5万亿美元 将通过刺激企业和家庭支出促进经济增长 最近几周美国股市飙升至新高 因为投资者预估 特朗普税收法案获得通过后 企业利润将增加 美联